斑比老婆登場 搭配到進化點 然後接著使用到給補充的禮物 可以硬生這個三點的傷害 但是在那之前我們必須要先過盾 所以葛洛達特起來之後 然後使用到我們預先留下來的惡魔割擊 可以做到一個快樂的過盾 惡魔割擊直接進化跳起來 過我們的奪獵之鵝 搭配到斑比全部送光之後 就是一個完美的 3加3加3加11的OTK了 直接帶走的這一局 明安3 youtro 我是封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分享牌組是必抽斑比OTK鬼 那麼在牌組介紹之前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此外我禮拜二跟禮拜四晚上有固定的聲波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的話也可以來找我 最近的這一陣子啊 我應該就會前往合之國了 因此最近的普惠萬啊都會比較屬於突發的形式 可以密切關注DC的動態喔 好的 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在這次的大賽啊 我真的覺得指定環境在感滿之後啊 變得相當難打 幾乎就是一線人牌組用起來都會覺得有點 嗯卡卡的 跟每套牌組都有點戰爭物波 但是我有發現一個最重要的要點就是 如果你的牌組平均是在7費之後收頭 根本就不用在這次的大賽拿出來玩了 因為對方通常不是6費給你OTK把你帶走 不然就是7費就一定可以把你給斬殺了 所以控制類型的牌型啊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偏於難打的 很容易就是遇到那種直接一波把你帶走的牌型 就算你滿血啊20點血 還是可以直接把對方帶走 而我認為啊在心境環境啊 你需要做到一些適度的提速 甚至就是提前的OTK才會變得更強 因此就有這一套OTK類型的狂亂吸血鬼 跟一般的狂亂吸血鬼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魅惑狂亂吸血鬼直接選滿的 等於說你可以必拿到這一張的惡魔格基 等同於你可以用0費去做到一個3點的直上 除此之外的話你一定要搭配到葛洛達馬 所以葛洛塔的單隻搭配到他本身的效果群出發的話 就是11傷 這樣的話就是14傷了 最後6傷要怎麼補齊呢 首先你要在前期的時候去拿到一張的版比 然後只要拿到鋪充的禮物一張就好囉 然後接著的話盡全力的在6費之前去找到第二張的版比 然後等到6吊的時候你就可以使用到版比進化 然後旁邊打一張的魅惑狂想劇 然後版比直接去打兩張的給鋪充的禮物 做出了6點加上魅惑狂想劇就有3點 葛洛達的11點 剛好20點帶走 而且還可以過到就是4點加上4點8血以上的盾 超級的厲害 那要如何做到就是斑比連續的上重呢 最關鍵的就是要用到這一張惡意的劍士 他是隨機抽一張消費為2的吸血鬼從者卡 然後會回復自己皮皮 那目前啊我的購主你們會發現到就是2費的選擇 吸血鬼從者就只有斑比一張 等於說這個是必抽老婆的牌啦 直接穩抽老婆就可以直接帶走囉 超級的快樂 因此很明顯的如果你要改回成原本的舊套路來講的話 就是要把惡魔指揮夾給放回來 可能就不會去帶美單左右不會去帶惡意的劍士了 然後再來的話 1費那一張就是會什麼什麼什麼巨變 然後會砍掉然後叫蝙蝠那一張也是可以帶回來 可是那一張來講的話他對於OTGAP類型的牌型來講 我個人認為沒有到順位特別高啊 你還是可以帶 可是這樣的話你斬殺的回合就會變成說是7費 然後搭配到斑比 也沒有到很差 我現在會開始會比較沒影響就是說 能夠趕快在後手的情況下先跳費拿到一個先攻 這樣就可以提前把對面帶走 因此我都會配到沒單左這個選擇 可是其實以沒單左的選擇來講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你在後手跳費之後啊 你等於說是掠過了5費 那你就不會有這個空閒可以去打沒有狂翔序了 那主要先跳起來的原因是 在於某些牌型啊 他有可能是7費先C斬 那如果你是7費後攻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比他強先一步 所以我們在對上那種7費先斬的牌型時 先跳費就有相當程度的綁住了 牌組的構成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其實來講的話你就要盡可能在前期 趕快去跌到這個狂亂 而你在打出格洛達特跟班比這個combo時 沒有達到狂亂次數也沒有關係 只要當前回合利用到給補充禮物 還有格洛達特的資產能夠到狂亂次數 這樣你就可以完成這個惡魔過激的免費進化了 你甚至都可以不用用到那個免費的進化班比 自己假設計畫點給他都可以做到這個combo了 好了那麼選配牌來講的話 我剛剛就已經說明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不看先選牌 直接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喔 那麼在開始對戰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這一次的大賽啊 我大概打了四場的三勝 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就是說什麼牌型可以打 所以我就想說啊算了 拿之前的狂亂吸血鬼來打好了 應該還是蠻強的 因此就在這次的大賽啊 成功用狂亂吸血鬼打進了A組 而且啊不只一次 我兩次就是我跟我妹一起打另外一套他的帳號的牌子的時候 也是用這一套的牌組 要注意的是喔 是連續兩次都直接晉級到A組 所以說啊這套牌組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只不過我們兩個帳號啊很好笑的都是 同樣輸給的那個機械復仇者 魚翰機械復仇者那麼強啊 他那個場面一直撲下去之後 真的是加上大盾完全看不過欸 最後一場都一樣是打贏了瑪莉亞巫師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場堆局 好那我們第一場堆到是龍主的部分 這一場啊最明顯就是要表演一下 準時斬殺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讓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說 欸這套牌組要怎麼樣趕快去找到你關鍵的組件 首先前期是有斑比石 我們這套關鍵的一個斬殺核心就是斑比啦 來兩張斑比就是我們集齊OTK的一個首要條件了 所以我們這邊把兩張斑比都留下來 然後接下來就趕快去找到葛洛達特 還有一張的那個魅惑狂槍曲也就可以 誰把他對面帶走 但是呢別忘記啊魅惑狂槍曲是3-3啦 可是如果啊你是三張斑比來講的話也是3-3啊 這樣也可以就是做到一個六飛的石頭的OTK 雖然說過盾的能力是比較差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是三張斑比也還OK 而且我們等等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到 惡意劍狂槍曲加上斑比就可以做到三張斑比的這個combo了 對面直接雙跳雅爾真賀 對面的七百龍珠也是相當的順啊 我們這邊直接拍下惡意劍狂之後 搭配到另外一張的那個惡魔骨手 趕快先把這個自殘次數給疊起來 其實我要在這邊趕快直接拿斑比摘一戰的話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那我只是想說這邊先扛住 把場面給做起來之後啊 是為了就是我看能不能直接一個空開 沒有狂槍曲 能盡量空開 就盡量趕快空開起來 這樣相對起來來講的話會比較的有幫助 那我留下這一張惡意劍狂 就是為了我可以直接進化它 幫我去做到一個優秀的劍場 然後緩解這個場面 所以我這裡是直接使用到惡意的劍士 然後最後這裡可以撞頭之後 直接S對面的頭上 那這一隻到底要不要跟對面撞呢 你可以去評估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已經S下一回合要斬了啦 所以說我就覺得這不用解沒關係 對我就選擇賣這一波血 然後把他血量竟然壓低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確定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誰要斬殺 但其實啊我們這套牌組啊 強的地方就在這裡啊 好 接著就是我們的斑比老婆登場 搭配到進化點 然後接著使用到給補充的禮物 可以硬生這個三點的傷害 但是在那之前啊 我們必須要先過盾 所以葛洛達特起來之後 然後使用到我們預先留下來的惡魔割擊 可以做到一個快樂的過盾 惡魔割擊直接進化跳起來 或我們的奪獵之耳 搭配到斑比全部送光之後 就是一個完美的 3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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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的OTK了 直接帶走這一局 即使你有奪獵之耳也逃不過我的斬殺 好 接著第二場對決 我們是看看我妹打的對決 其實也是我跟她一起打的對決啦 那這一場我們拿到的是一個後攻 對決鬥 以這個祈求留來方面來講的話 我通常啊就會趕快去換掉找到想要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要硬流也是可以 因為我們可以去打到一個狂浪線墊起來的節奏 然後四倍值拜特還是可以直接去做到一個後手的進化 還不錯我這邊右手直接來一戰的兇猛嚎叫 而且激憤的副總長 現在是很高機率可以直接把你去抽到葛羅達特的 然後先把葛羅達特給掐起來來講的話會非常有幫助 那由於對面很明顯是一套的瑪莉亞 所以要這邊排一下了弗雷亞 然後我們三倍時就可以使用到激憤的副總長 雖然說這張的副總長會被對面給換掉 當然我們還是得要怎樣拍 那這一張的守護呢要不要剃頭之後用四後盤來講的話 其實他有一張的一二跟一張一一 我手中已經沒有AOE了 理論上這隻換掉是不是會更為好的啊 就至少留他一隻才不會有閃點一隻打我的頭 但我們這裡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拍下梅丹佐一個後手的跳飛 然後搭配到梅丹佐的進化之後 我還能夠就是使用到惡魔骨手 直接把這個場面給夾住 給扛住 完美的跳飛 對面使用天使恩仇 這位燭光魅惑魔法想要鎖住我的梅丹佐 雖然說我這裡是沒有辦法就是使用到 加進化點的動作然後再跳一隻飛的 但是我們先排一下激憤副總長之後 抽到了格洛達特 威波爾的防衛隊長也給他下來之後 我這裡最後啊不選擇進化副總長 硬充牌的原因就在於格洛達特一戰已經夠了 然後另外就是我空進化的話一定是被他爽AOE的 所以說對來加沒有到太好 另外一個要點就是我加了三個守護 如果他真的沒有暗影古雷亞來講的話 我是可以在下一回合直接拚格洛達特跳起來 然後用這個來做一次的次數 然後接著的話再自殘兩次就可以飛起來了 對面使用魔法之刀 然後安因古雷亞他是慢了一個回合啦 那時候想說哇他慢了一個回合 那我們機會就比較高一點 但其實很猛的人他其實這一回合慢下來 他依然可以在巴菲的時候去開到那個雙雞的大魔法 對我來講會有點難辦的 所以說啊我們要在這裡盡可能的 看能不能誰到就是巴菲的時候 做到一個格洛達特 所以這裡熊猛號叫 班比進來了 然後考慮一下又要班比 班比給丟出去 我這邊丟了一張的班比 然後接著 直接補血 然後對面使用了 漢娜 瑪莉亞 米蘭 然後瑪莉亞 始祖進化 然後墮天再刷 米蘭再刷 其實我稍微顧了一下 他這裡這一串的combo走 他下回是一定可以雙雞的 因為他打的東西有夠好 但你們有注意到了嗎 場面來說 可能是可以卡住的喔 因為我們有女王的城堡 因此啊 我們這裡可以適當的 直接用惡魔骨手去硬卡他 然後也別忘記啊 就是這一張的這個惡魔骨手啊 可以自己去嘗試換掉 因為這樣的話 他頂多就再送一隻 那剩下來講的話 他其他的東西是送不掉的 那 他只能殺塔 撞在我的盾上面來講的話 就沒有到特別的有幫助 也無法就是 單前回合直接把我水斬 那雖然說 他使用到米蘭 然後冰女追的那時候 我好抖 想說完蛋了 完蛋了 還超快一擊 然後搭配到奇幻士兵 我在奶 他這裡再換 哇這個空奶 瑪莉亞秘術 然後結果他多生了一戰 守護著巨像 他應該是傻眼了 沒想到有一張的巨像 多卡了一個 所以我們這裡成功的卡住了 然後成功卡住了之後啊 跳費有的幫助就是 我們可以先有這個余裕 可以做出這個九費的OTK 兩張的葛羅達特 加上前面斑米留了一張的給補充禮物 搭配到惡魔缺敵手 足夠到這個守護 接著的話 空喵空喵 以及給補充禮物 直接完美的11加11 再搭配到那個補充禮物的1點 所以是22點 不然23點的 直接帶走 接著下一場的對決 我們對上的是死靈 死靈來講的話 現在還是以葬送為居多啦 媽媽 你戰勝為大中 好 那以這個騎手旅外方面來講的話 已經把我的主箭都拿光了 所以說 我這裡就是全流 真的的話可以打斑比 然後積分的副總戰 看能不能抽到葛羅達特 接著我們這裡可以先鋪惡魔骨手 一樣再 再湊齊一個主箭 對面看起來是一套的蟹木曲 那我們這裡積分的副總戰 直接掃下去之後 不要理他 然後對面再使用到 符金與露泥 那我們這裡可以適當的 就是把場面給展開 然後順便做到一個AOE 所以我使用到拜特趕快 再幫我多抽兩張牌 因為畢竟啊 我們做一張的版比以外啊 希望可以進到 就是在第二張辦比 可以更穩的斬殺 如果我已經把對面 血壓到了14點了 那 以14點這個情況下 來看的話 其實17點以下我們都可以去輕鬆的水道斬啦 因為魅惑狂想曲是3嘛 然後班比的話 原本就帶有一個3點的傷害 然後可是拉著11點 所以就是17點直接帶走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直接 魅惑狂想曲直接開起來之後 使用到了 惡魔偶像躲地路 稍微的就是假裝 我很怕的場 然後稍微做一下結場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我可以就是 再把他的血量壓低一點 然後最後啊 再使用到11打頭 這裡我的狂亂次數終於滿足了 可是我的血量其實是有點危險了 然後對面其實已經算是很快的 羨慕曲死定了 因為他已經開到了小狗妹了 除此之外他自己又打了一張的 羨慕曲 所以這裡來講的話 光場上的羨慕曲就有4隻了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他的羨慕曲是5 再加上最後一個聖放的5者 他這樣全場之後被我解掉之後 他就是完成他的羨慕曲死數了 所以他6吞石就已經可以把我給弄爆了 可是啊 我們是先攻的6倍 這裡就是標準的格洛達特下來之後 然後搭配到版比 好其實這個是有點多了啊 就是那時候想說把那個操作還是做到滿了 這畢竟是我那時候打的第一場 然後再來就是惡魔歌姬 如果我真的要做到滿了還講的話 就是要做一張的那個 給補充禮物 然後直接帶走 那這裡啊 假如光是惡魔歌姬 搭配到空妙 就可以直接把對面可以 14點帶走了 好的 最後一場的對局 我們對上的是皇家 拿到一個後攻 皇家監察還是以協作跟岩漿為打中啦 這個騎手留在方面啊 講的話 如果是後手可以考慮留下美單座 然後惡意劍士我也會直接留下來 激粉的風作彈也會直接留下來 為了就是 我可以在試費的時候 用惡意劍士先派下去之後回2點PP 然後這樣美單座挑費 結果來了整排的惡意劍士 這件事真的是太具有惡意了吧 然後三位的激粉的副總長 是幫我可以高距離炒到葛洛達特的 然後這裡只能排下右手的女王的城堡 不然的話 我這個狂妄之路真的是完全跌不起來 會直接爆裂 對面使用到了美單座 然後還有進行奇兵 跟我做到一個四度的交換 然後我們這裡最舒服的 就是可以直接激粉的副總長 就沒想到葛洛達特是直接自己進來的 沒關係 我們可以拿到第二張的葛洛達特 然後接著的話我們下一 turn 就可以使用到惡意劍士 然後搭配到後手的美單座 做到一個跳費了 好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惡意劍士 然後美單座 跳費 所以 大家要注意就是啊 這裡啊 可以就是把 激粉的副總長給留下來 畢竟啊 這個場面我去換他真的是很虧的 所以我只換掉一張的一 另外一張的一四的守護 就直接給他留下來了 畢竟啊 如果他要進化時一定是進化馬爾斯 那如果他換我來講的話 他一定是用美單座去跟我的三一座交換 那我的惡意劍士啊 還可以做到一個直接進化的動作 就是對面打了一張的高雅盜賊 再加上戰鬥女僕 看我這個全場全部都要被他放光了 然後這裡是直接選擇一個撞爛 然後多少摸一點傷害 最後啊 對到岩家要注意就是 還可以幫你堆那個狂亂吃是吧 只不過 因為我整套牌組啊 突進的牌是比較少的 所以 嗯 這一場是暫時無法這樣達成 那就先對他而言 他還沒有進到七費 所以說我們還有一回合去可以 去塞到那個斬殺 因此我這裡直接使用到斑比之音的話 然後搭配到拜特 然後叫兩隻蝙蝠之後 一狗一狗換掉 然後再來一隻再換掉 最後一隻摸到對面的頭上 其實這裡還是有點給他危險 就是如果我的血量真的被他壓到 我就是四點一下 我沒有辦法進那個一費那一張 飛飛 我就無法就是 一直無痛自殘 而且通常來講的話我也做不到 只不過我是七費啦 你用上來講的話是可以做到 結果沒想到對面再做到第二站 炎將馬爾斯 他看起來是要嚇我了 誰斬了 那我們這裡就是可以非常舒服的 葛洛達特 惡魔吹敵手 殘第二次 接著的話 搬比 搬比 搭配到進化點 兩張的給補充的禮物 好啦這一手來講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小小打錯就是 我可以做到更高的傷害就是 搬比 那張的給補充禮物可以先送掉 只是我這裡的傷害是剛好的 所以我就是 犯著打 那如果你算完之後啊 傷害是不夠 記得要先 補充禮物先送掉哦 成功